西雷高菜市場应该是专业收割温销中心 现在所变成环渡集团读品交易的中心 台湿文教接着参谱说 有人在西雷伺动未读品 请他报请他指挥 我们跟监一个多月 发现这个陈姓及彭姓兄弟 他们三个人 有在贩卖海洛因跟安维他命 利用送菜的机会在掩护贩卖毒品 金峰对中一个外国在今天全都领人 昨天下午的机会 先行将陈姓及彭姓兄弟等三人 这个主要的嫌犯查获桃案 并于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 在赤桶及西雷地区 将其他下游的这些毒贩人口 毒品人口查获桃案 杨平中前普社和欧社这堆盘生兄弟 都是利用送菜刚做的东西 怕买毒品 金峰查到 向他们买毒品的人 上少年就二十多会 今天查到毒品 有适合和安非他命 陈姓彭姓兄弟的住处 有查获海洛营两包 安非他命一包 全案都是讯问完毕以后 三个嫌犯都有坦诚贩毒 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虽然只有适合两地毒品 不过算一档分作过六周来输用 颠到这堆兄弟也让金峰油头 好好的送菜工作不做近年来买毒 既然五香品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